此事一出,必定是对梨二的名声有损,他犯了此等错误,怕是再难嫁得好人家了。 之前他口口声声地说钟情于沈学士,既然沈学士不在意他的种种所为,那么陛下,还不如赐婚二位,既能平息了此事,又保住了梨二的名声。 此事一来,对沈卿而言太过委屈了吧,若是能够保住江二娘子的名声,臣甘愿听丽妃娘娘所言,臣愿去狱中传旨,接江二娘子出来,你去吧。 他们想要圣上赐婚。 原来打的是这个算半。 朱军,那我们回皇宫还是去老狱。 直接去老狱。 是。 江二娘子,可以走了。 。 我来送他出去。 是,沈学士。 这几日,委屈你了。 你愿意嫁给我吗? 你疯了吗? 你就不好奇,自己为什么被放出来。 。 圣上要为你我赐婚。 你我之间有情。 你做的事情,自然无罪。 这就是你一开始,就计划好的计划。 是。 所以你娶了我一次,杀了我一次。 现在要娶我第二次,杀我第二次吗? 。 如果我说,这次是为了忽你呢。 这话你信吗? 我信。 可是我听了,只觉得恶心。 阿黎,你可以不信我。 但终归皇命不可为。 我先送你回去。 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。 你的车是通往黄泉路的。 我可不敢再坐一次。 难不成你要走回江宅吗? 我自然有人相送。 我手抽筋了。 我把他交给你。 我把你交给你。 把你交给人的团策。 我。 我。 你。 你。 我。 莫容说 圣上要为我和她赐婚 我听说了 还是丽妃主动撮合的 她怎么缠我进来了 难道丽妃现在是婉宁身边的人吗 过去不是 现在不一定 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了 丽妃应当知道婉宁的危险 先前纪述染倒台有一部分原因 是婉宁的失利 如今丽妃肯帮婉宁 其中肯定有远急 先别多想了 等探子消息吧 我先送你去国公府看你弟弟 顺便你也准备一套说辞 回江家